大家好,我是泡泡 最近这里一个礼拜一直在下雨 然后山路太滑了,下不去买菜 家里的菜也快吃光了 所以今天我必须去采一些蘑菇来做菜了 我向大家保证绝不空军 那我们走吧 找到了第一种小蘑菇 让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 是一种螺蛟伞 具体是哪一种,还得拿回去看一下包子 现在这个世界出来找蘑菇其实还不到时候 蘑菇非常少 需要很仔细 然后需要走很远很远很远 才能找到为数不多的蘑菇 不过这个时候的鸟叫声非常的好听 这里还有一群螺蛟伞 和刚才那种一样 这片小蘑菇好可爱呀 看起来和我之前找到的夜深小菇好像呀 不过它们是点地梅罗叫伞 也叫安洛小皮伞 可以要用哦 在一个大树桑子上出现了两粒小宝石 今天的第一个收获两个小小的香蜜 哎呀,这么小有点手不得摘它们呀 摘它吧 哈哈,我又发现了被某人嫌弃的那种蘑菇了 而且这次数量很多哎 怎么办呢,为了不做空军老 我决定下手了 别嫌弃它小,这种蘑菇真的挺好吃的 这附近还挺多的 让我一一把它们踩走吧 这发很漂亮呢 这里还有 是吧 现在雨越来越大了 但是你一旦再踩蘑菇就停不下来了 这里地上有一小片这种小湖 是和最开始看到的那种一样的落脚伞 物种带定 香蜜又来了 这是什么 这种的果冻 而且它好厚 好像和前一个视频里找到的那种是一样的 正在等待大佬的鉴定结果 终于发现了野生的金儿 你看它是脑状的 非常小 没有人工种植的那么大 让我摘回去尝一下吧 我突然找到了一个大家伙 在这棵树上 看这么大 谁能想到这是一个蘑菇呢 非常的坚硬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又剪香蜜 又剪香蜜 咬一把香蜜 这有根树枝 上面全是果冻 软软的 就是果冻的那种触感 还是香蜜 这个我不要太乱了 走不动了 一早上采了这么多 够吃一顿啊 我赶快回去做饭吧 看今天剪了这一盆 还不错吧 你看这个金儿 这种一定要吃刺身的 非常脆 味道很赞 感觉做甜品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吃 利罗脚伞和香蜜 拿来炖鸡吃了 利罗脚伞的军饼 吃起来和金针菇一模一样 等天晴了 我再去找找有没有别的 今天先这样吧 拜拜